110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作业各乡镇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会刊 6月份开始,秀林乡公所入区一发通知单寄到林沪家中 配合县政府、公所同仁还有林沪一起到现场来会刊 110年度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作业 2月份到4月30号在各乡镇次公所受理申请登记 而从2月份开始一直到11月份 秀林乡公所也开始安排和地主现场会刊 有关今年度的114年度的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的作业 现在目前为止,虽然疫情严峻 我们还是依照县政府的时程 有承办的人下村去会刊 现在目前我们就从4月30号截止以后 到会诊大概从6月份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行各受理务的申请案件会刊 旧人下郎文贵表示 由于禁法补助作业行事有年 大家开始有了认识 而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相关事宜 进而达成维护国土安全 含养水资源、绿化环境、自然生态保育 以及因气候变迁减缓天然灾害的目标 今年乡公所同仁们积极协助农民们顺利获得补助 以维护大家的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